主料,鸡蛋3克,迪金面粉17克,玉米面粉17克,主料,细砂糖70克,可可粉20克,黄油3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分离蛋白,蛋黄加35克砂糖打去粘稠发白,打完的蛋黄是这个状态,放在一边备用,打蛋白,分三次加入一共35克糖, 粗泡状态加第一次,细泡状态加第二次,能打出纹路,但是还没到湿性时加第三次糖,继续打至涂中这个状态,湿性发胖,取消取蛋白,加入蛋黄糊中拌匀,三种总混合筛入一半,然后拌均匀,再取消取蛋白拌入蛋黄糊中拌匀,用刮刀,再把冰一半粉筛入翻拌均匀,拌好厚的样子, 然后取蛋黄50克面糊,放入一个小容器里,和水融化35克黄油拌入这小部分面糊中,然后把省下的蛋白中,三分之一蛋白,放入三大部分面糊中,再把这大部分面糊,回倒入蛋白盒中翻翻均匀,然后把第13部,拌好的黄油面糊倒进去,翻翻均匀,倒入模具,震荡底下, 180度,25到30分钟,倒扣亮亮脱模,烹热技巧,烤箱温度时间去摸索,每排烤箱有不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